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生极乐世界的重点 就像各位刚刚认真的念诵佛说阿弥陀经 往生众 一心念佛 为的是当愿众生 永离轮回 得身净土 体正空性 大悲不退 回路说婆 广度众生 那明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呢 这个世界 你所 每个人所认为的快乐都是痛苦 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快乐 如果这个世界有究竟的快乐 这个佛陀根本不需要出家了 也不需要大家来修行 所以修行就是了解这个世间都是一个因缘所生法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暂时的存在 你累积了很多的善业 那可能做人富贵 升天 但是那个还是痛苦的 就像各位活到一百岁好了 九十九岁都没有健康 不会感冒 一百岁让你得癌症 所以最后你还是痛苦了 因为一个人要往生之前 都是痛苦的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各位不要去追求 我要活到一百岁 因为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暂时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体悟的真理 告诉我们这个世间 一切存在 还是念一下 因缘所生法 皆生灭法 那凡是存在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法会 法会也是生灭法 对不对 早上来了 等一下回家玩 玩完了 各自就不见了 所以 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 也因为都是会变化 所以无常 也因为没办法单独存在 因为因缘所生法都无自信空的 没有一样可以自立单独存在 所以佛教叫空 我们这个身体 所谓的生命 念一下 色受想行事 所以你要去分析 这个色太清楚了 没有一个不会变化的 没有一个不会死的 跟房子一样 整个地球都在变化的状态 那心态呢 那你想想都知道了 所以一下心情好 一下心情不好 所以我们的心态 被所有的变化的一切 妈妈身体熬你快乐一点 妈妈身体不好 你的心情又不好了 儿子乖一点你也好一点 老公听话一点你也好一点 股票高一点暂时快乐 因为它会降下来的 所以这个世间 如果你把快乐定在 所谓外在的一切 那你势必痛苦 所以各位 像我们这样说 你一定要禅修 所谓禅修是内心里面去 相信它 了解它 体振它 你不能说听听就算了 无常无常老公 你不能无常 身体你不能无常 那体悟无常 那你要经常去想 思维 从内心里面了解 而接受 所以那你既然接受无常了 那你不需要去及时行乐 为什么 你现在的乐 后面更痛苦 所以 色受想 行事 身体也好 物质也好 感受 快乐 痛苦 感受爱情 想法 行为 意识 这些里面 都是无常 无我 所以各位要了解 叫照见 无运皆空 那你要去了解 所以为什么要念佛 那因为世间一切 都是无常无我空 所以佛陀要我们 厌离这个世界 并不是讨厌 这个世界 就像各位今天 在这边修行 快不快乐 不能说快乐 没痛苦了 没烦恼了 这个佛教里面叫快乐 没烦恼了 最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会觉得 我们佛教叫自在 自在一点 但是如果你认为 有一个快乐 你就痛苦了 因为它会是变化的 离开你的 现在你们二十岁 夫妻感情很好 让你活到九十岁 也会死 爱别离苦 甚至很多夫妻在一起 那么久 就互相忍辱 所以再来 你要为儿子的事情烦恼 为孙子的事情烦恼 他们要为贷款烦恼 所以我想各位要 冷静下来去思维 所谓修行人 不能说 我要读书 我要考试 然后我终于找工作 我要贷款 我要买房子 然后结婚 然后生小孩 然后一直一直 最后买棺材 你还不会自己买 那你去思维 这个道理 所以人生就是如此 最后还不是死 怎么死的还不知道 那我忙这么多干嘛 给子孙啊 然后你去看看 别人子孙孝不孝顺 所以 如果我们这些佛教徒 子孙还蛮不错的 每天在超度 尘世历代祖先 皇室历代祖先 爸爸妈妈 但是世间人 没有这一套的 所以 你这一点 你要不断的去思维 这个世间 你不要去染上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守 保管才戒 我们的所谓的快乐 都不在这世间追求 我们对世间 只有一种 比如说 慈悲 放生 帮助穷人 回向给他们 所以为他们点灯 施食 这是对世间 只有做一件事情 那对自己呢 保持在正念 不让自己 失去了正确的念头 意念三宝 意念戒律 意念轮回来世 意念如何帮助众生 这里面没有 今天来守报官再见 想老公 想老婆 想儿子 所以 因为这个世间 佛陀叫你要有这个 放下 出离心 保持正念 这个世间 我也要做的是 慈悲 帮助他们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 你从这个世间 去追求快乐 你来满足自己的 贪嗔痴 想法 那你势必 非常痛苦 所以这一点要了解 不是说 我爱念阿弥陀经 其他我不念 连这个都痛苦 万法都是佛法 所以这个佛法 是对峙法 要是法门 观音法门 念佛法门 持咒 所以动机 最主要 这个法是个方法 方便 利用这个方便 能够对峙 这个众生的痛苦 他喜欢念佛 你带他念佛 太好了 这个人不喜欢念佛 你不能给他讲 念佛的问题 所以 但是 跟念阿弥陀佛 事实上都一样 这个人 他是想要解脱 那解脱对他来讲 修士圣体 了解苦疾灭道 消除无名贪爱 所以阿弥汉 念不念佛 对他不重要 所以阿弥汉 是赶快按照佛的教诫 他依止的是法 断除探称痴 所以 当然佛 势必加持他 还是加持他 佛没有说 你念我 我是对你好一点 你不念我 我不理你 因为佛陀希望他 正阿弥汉 那正阿弥汉 还是不究竟 为什么 阿弥汉 虽然内心极灭了 但是 他这个轮回 还在 所以 请问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汉吗 怎么没有 你没看金 佛说阿弥陀经 写了那么多 净土有 没办法算的阿弥汉 为什么阿弥汉 跑去净土干嘛 他不是极灭了吗 这个极灭是佛的方便 因为这个人要修苦行 他要 他要断除轮回 佛陀就告诉他这个 正如阿弥汉的方法 正如阿弥汉 问题是 等你出定的时候 你的身体还在 还在那个 随着你过去的 习气也好 业力也好 所以 所以佛陀 要他们 引导他们去净土 那净土干嘛 等着发布地心 你究竟成佛 那 你的生命才自由 自由 佛也不是消灭 佛是 真正的永远 在利益众生 在没烦恼的利益众生 这就是生命的最究竟的意义 永远的在利益众生 生命没有完全消失的一天 但是你的思想 阿弥汉的思想是 他可以把内心里面 不再起对外界的贪嗔痴 但是 他的生命 存在的 所以 阿弥汉如果在这个人间 他就会觉得很痛苦 阿弥汉都想要 赶快入灭吧 所以 因为在这个人间 你有身体就有痛苦 就算你是阿弥汉 出去脱拨 身体还是要被太阳晒 所以脚要踩到石头 但是你内心是平静了 别人打你 骂你 太阳你是平静了 但是你的肉体 还是有痛苦 所以 那是佛陀 当然这样说的意思 是希望各位了解 来 世间疾苦 但是各位也不要讨厌这个世间 佛陀讲 世间 娑婆世界疾苦 它只是要让你自己 不要去追求这个世间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如果你还没结婚 请问你还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 去外面说 去外面说 你在里面说 对外要慈悲 回去赶快跟你女儿说 跟你孙女说 不要说了 但是你跟她讲 那你要好好地跟她讲 你要给她钱 对她很好 她愿意跟你吃饭 愿意跟你聊天 不然你讲不通了 了解吗 所以阿嬷头牌掉了 自己结婚 生婚 叫我不要结婚 所以问题是 你为了要帮助她 所以这个叫菩萨 菩萨就 这样子 所以我要接近她 你叫我去生日佛 庆祝 我也去 你叫我去卡拉OK 我陪你去 去了以后 让你快乐 慢慢慢慢跟你讲 你看 唱了老半天 有什么意思 因为你要陪她长大 从她长大的过程 如果你让一个小朋友 十几岁就出家 这有时候也有危险 为什么 她如果素适善根不好 然后呢 业力来了 她可能是15岁出家 32岁就还属了 因为在世间很苦 但是她碰到一个 谈恋爱的对象 蛮快乐的 控制不了 这是她的夜袭来了 她的姻缘来了 她跑不掉 所以一个人 如果要修行 最好有对苦的了解 深入的了解 接触过 就像被 被电触过了 了解吗 虽然没有跳 就被电触过了 太痛苦了 所以 因为你去爱上 某一个东西 苦就来了 如果你有福报 有智慧的话 你去爱上某一个东西 觉得很快乐 你没有福报 也代表没智慧 就像各位 你去吸毒 你觉得那个很好 那就完了 所以你很爱漂亮 很爱漂亮 你觉得那个很好 那你也痛苦了 因为这个漂亮 能永恒吗 不然你的老 什么 不要说 老了很难看就对了 叫做 歪姬姬 很难看 因为你会老的 所以 那你身体很健康 然后你去看看 那个拿拐杖的老人 我从小就这样 我只要看到老人 我心情就很不好 我心情就很不好 我只要看到 听到小孩子哭 我就心情很不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妈说 你有问题 因为人都会老 人都要小孩 或者我妈说 我看到那个 我心情很不好 我就影响到我的好心情 我觉得 怎么会这样 我没办法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了解了 因为感情是痛苦 所以我在小时候 有一次看到 有一个小女孩 因为跌到水沟 各位都听过我讲 结果淹死了 妈妈到处找报警察 终于到下午傍晚找到了 找到的是在水沟的下面 快差一点就被流到河里面 我们家住台北 结果好在找到了 妈妈抱了小女孩 从那个圆圆的水沟回家 哇 大哭大叫 全部人都跑来看 好可怜 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是震撼教育 我很感苦 为什么我们不会那么感苦 为什么 因为妈妈太爱这个小孩 这自然的道理 爱 所以我已经告诉自己 这不能爱 这个不能掉下去 千万不能爱 各位女孩子听了吗 不能你爱 爱人家 爱跳啊 爱跳啊 没给你惊 你去爱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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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在是 突然失去了 叫无名吧 世间的人都叫做无名 无名就是没有了不了解 那个痛苦你干嘛去爱 所以在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讲 往生净土的方法 当然方法很多 但是一个基本就是 各位要有这个 艳离心 艳离心 如果你没有这个艳离心 你觉得做董事长也很好 做总统也很好 做一个出名的人很好 所以那你有一个贪爱 所以就像你是个博士 你很希望人家知道你是个博士 这个也是个贪爱 这个叫傲慢 慢 我觉得我比别人优秀 比别人优越 我希望表现我比别人优越 给别人看 一般女生都有这个习惯 我今天弄了一个新的头发 弄了两个钟头 我买一件衣服买很久 所以因为他有一个想法 想要这样他付出了这么多 那结果下了一场大雨 你又去了 所以那你就会觉得说 那你有变化了 我想各位要有求必苦 不能够 心念里面 所以各位来来 往外求 必定苦 有求皆苦 不管你求什么 不管你求什么 我们只有求离苦 求成佛 求离苦你要有智慧 求成佛你要慈悲 但是你对这个世间 不能有一点点的想法 想要干嘛 所以万法的真实相 一切法 皆必尽空 那各位你每天读新经 你真的要看清楚 你不看清楚 那你就会被这个世间抓住 这个都是我职 再一种叫法职 虽然你学佛了 我喜欢密宗 我喜欢念佛 我喜欢持这个咒 那这个你也这个出问题 为什么 法职 你认为 因为万法 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对质的 你去认为 汉传佛教好 藏传佛教好 那这个就是个痛苦 所以一切法 存在的目标 是在自立立他 而不是说 虽然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 什么法门都不要推了 两不都好 这个观念小心 这个叫毁谤正法 不得往生 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 他必须先修解脱到正的阿罗汉 然后觉得阿罗汉实在是不究竟 然后他转为大乘 那就可以 他现在还在忙着正阿罗汉 他现在还在忙着道次第 对不对 他在忙着这种 一种圣道解脱 我要很精进 我读得比你高 那你现在 你也马上叫他不要那个 他不行 但是他要碰到底了 他才知道错 但是往往一个人 还没有达到空性 了解万法的平等 他就会觉得 这个比那个好 这个叫分别 所以有时候 以前人家来问我说 师父我们 你去里面讲堂拜 怎么没有看到释迦摩尼佛 好好好 赶快就放一尊在那边 后来还有我师父 怎么没有阿弥陀佛 有有 现在打在拼 因为他好像没有看到他喜欢的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 有南传的 有藏传的 有汉传的 通通放这边了 所以你要发财吗 还有发财的方法 满众生愿 有些人门口拜观音菩萨就解决了 他根本不喜欢听到这里面了 有些人进来里面 却不拜外面观音菩萨 那也很可怜 所以我想各位对佛教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利益众生的人 观音菩萨也重要 发财法也重要 阿弥陀佛也重要 要事我通通厉害 通通重要 为什么 因为众生需要 看你站在什么立场 但是自己无所爱好 无所执着 所以内心清静 却广觉一切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快乐 也不能讲快乐吧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这种苦 让我们叫无苦之乐 甘愿 今天我们开车去祝念 啪 车弄死 刚才自己超多 因为你的动机是要去开车 去帮助别人 对不对 那别人可能你死的都想 你这个人已经之间有问题 你两目又车弄死 你不要背起来 跟你说你秦才讲讲的 你还要跟他变 哎呀 你想说我本来就是 要得癌症好几次呢 下地狱呢 考虑我发心去祝念 那啪一声我根本不知道痛 就往生净土了 哎呀 这样快不快乐 学佛你还赖得是孤独 全世界说你念不念得叫车弄死 你也要点点 所以你不要再跟他争论 所以你连这个法 你都会觉得它只是虚幻的 不是要满足你的心的 那我说到这个 各位一定要 你在这个世间 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进入那个法 习惯喔 今天你在这边 要去讲堂祝念 站了二十分钟 旁边有一对男女在谈恋爱 谈一谈吵架 这个也叫法 然后你要去想 为什么他们两个 刚刚好 现在吵架 然后我能对峙他什么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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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架 噢 噢 噢 不要吵架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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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一个心态 对峙他 也了解 世间就是这样 刚刚好好 现在吵架 你看世间 这个就是演给你看 那佛菩萨为什么要演给你看 因为你心中还有一个贪爱我 我现在来做念念念念念念 哪个男人不知道要爱我 谁缘嘛 不然吃老要怎么办 吃老没有男人可以哭呢 因为你有一个观念 所以佛陀他试信给你看 但是如果你忘了这一点 你就开不了智慧 超越不了那一关 所以各位要记住 佛陀度众生 他经常就会做各种的视线 你佛陀是大识他识 但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个觉悟 所以列一下 保持觉性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要 让你保持觉性 觉悟了世间的变化 无常而生起厌理性 觉悟了唯有成佛才可以立 南无阿弥陀佛 不要被世间转重 但是你要了解世间 所以 在这一点 这个就叫 如果这个人这样 他就叫没艳离心 他往生不了极乐世界 因为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对这个世间 毫无染拙 而不是舍弃他 了解 他会变 就像这个花 本来会生会灭 但是我们利用在这几天 赶快拿来装盐三宝 这样就好了 所以能够让大家欢喜 但是又不执着他可以 但是如果你去执着这个东西 那就不行了 就像说插花 你也插花 他也喜欢插花 结果法师用这个花 没用你的花 你去屁面 你变菜花 你气得要死 你来插花 你还有一个执着 让我插我就快乐 不让我插 你明明插得比人家坏 为什么要叫你插 有更漂亮的 为什么不叫别人 人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那个时候你要回光返照 你怎么不叫我插 一定我 我插得不好 叫别人插 别人一定插比我好 他没有嫉妒心 所以我要来给他 那你这个是修行 如果事情不叫你做 你就翻脸 师父 为什么 那个冷气我送了 为什么 我不离 我要离开了 我要搬走 我就有事 因为他翻脸了 他什么东西都要带走 所以你有所求的去做 所以我讲的这个 听起来很浅 但是各位 你真的要很注意 当你起心动念 不管你起什么念头 分别念的时候 就代表你还有所求 还有所讨厌 那这样对你都往生不了 虽然往生很简单 很简单 你只要相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定带你去 但是又很难 在哪一刻比较容易 当然在一个人快往生 无助的时候有用 特别一个人在世造了很多恶业 他知道说自己要下地狱了 将来很没把握 那可能有用 如果你这个世间还有一点点什么可以给你快乐的 抓得住的 念佛对你就不管用 所以各位平常要多这样念习 就像今天念阿弥陀经 就像各位下午做了广修功德 早上八观再戒 再来共生放生 送阿弥陀经念佛 每天至少要安排自己的时间 但是各位念佛 也不会光在家里念 你大概了解阿弥陀经的意思了 现在劝进行者 所有在轮回的 我们赶快劝他念佛可以 厌离这个世间 往生净土成佛度众生可以 所以各位要创造各种的方法 去帮助别人 所以一开始我把这个基本的道理 讲了比较久 这个世间极苦 一切变化 苦空无我 如果你不了解 叫无民对这个世间贪质 而去造业 那你就被这个业力卡死了 所以你要灭贪质 断无民 修业障 所以勤修戒定位 虽然我们这样念佛 不能够离开八正道的世界 所以那你要上平往生 不能够离开六波罗蜜的世界 所以 而且你能够 你不得少福得善根因缘 所以你对世间的三宝 父母 可怜的众生 你要去种善根 因为往生净土 他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佛 所以成佛要有世间的善根 有出离心 有无上菩提心 这是九品的意思 那基本上 那各位要 重一点善根 再加上你的 信念往生 所以我们帮往生者 放生 点灯 施食 焉供 甚至以慈戒的功德回向 最后各位念 愿生西方